今天早上是找工作,仍然是一塊飯,也沒有方向 有些舊的工作也照顧 當然,寄到都很滑門,又沒有消息,又不知如何寄 昨晚我都說過,已經打定輸數 不過我想跟大家說一件很控動的新聞 英國出動國安法拘捕,拘捕了三名香港人 這三個人是一個外國人,不是香港人 這件案件很複雜,2019年至2024年,相隔五年 有沒有香港的間諜來了,不用說大把 我們這些疑英人士是知道的 知道他們用骯髒手段去監視香港人 其實都是半忍蛇觸動,我們也不會說細節 我們是知道的,但我們不會說細節 為什麼呢?因為要忍蛇觸動 我們這些人大概知道哪些人是 有些來自香港的間諜,澳門等等 很多地方,很多省份的人來了做間諜 或者他本來已經住了很多年 有外國人也做了那件事,監視香港人 當然我們這些就不說細節 因為要等CIA,英國警方那邊出招 你一出招,你一說了,那就不要了 別人一出手去,沒有證據 要愧疾證據,越多越好 這樣才能坐進去 事緣發生了一件事 很罕有地用英國國安法 很少新聞說 我來了這麼多年 兩年多,都沒見過英國用國安法抓人 這次真的有 英國的國安法,VS,香港的國安法,大鬥法 你有國安法,我們也有 那怎樣做呢?光正廉名很多 就算抓人也好,抓完人也有得放 都算很仁慈 整個案都錯綜複雜 約了講講 還有講講禁售 可能直播版會更細節 你知道很多香港人來了英國 有些可能有政治因素 其實大部份有政治因素 即上了身的人 可能羅冠聰 謝文傑那些人 來了英國 其實香港那邊或大陸那邊 是派了人來監視他們 BBC都說了 已經訪問了他們 他們知道的 有人監視、紅下 甚至是 有半收買人命的感覺 已經是威脅等等 然後可能又想爆門 又想用方法潛入人家 用很多古靈精怪方法 現在整條路 警方炒了四年 可以告訴大家 他們整個脈絡是怎樣的 故事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叫什麼 袁重彪呢 這人就是 尼家超以前的舊同學 做水警的 過度禮 當然沒有跟香港那邊聯繫 但是水仔也不清 因為他出量的戶口 是用一個ETO 應該是經貿辦 經貿辦的戶口出量 也是用這條數 去找人 找一些在地的英國的警察 去做案 所以英國的警察 現在這單是兩個醜聞 第一就是 經貿辦那邊 經貿辦 在香港政府那邊 立即叫做英國 快點嚴正公署去做這件事 我們經貿辦是做生意的 不容許這些人作惡 你們英國 快點去處理這件事 不關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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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香港 即日立即割席 跟這個 不關我的事 這個間諜 不關我的事 但這個間諜 他的資料已經很多人齊全 齊全 齊全到 你從那個戶口出量 用ETO 即是經貿辦 那條數出量 做間諜竟然用公數出量 接著 就出給一個鬼佬 那個鬼佬 叫Matthew 名字 做了什麼呢 就在一個香港人的家裡 就打算放進去這家裡 查詢 姓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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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去做案 去監視港人 騷擾香港人 話說他住在倫敦 他住在倫敦 到我們這一邊 在Lise附近 姓鄺那個女士 就住在Lise附近 華山長水縣 把鬼島上來 好像Mr.Bean那些劇情 笑死死 看法庭那邊的證據 就很好笑 兩人想著 想辦法 如何進入別人家 拿水瓶 裝了些水 倒入別人的門口 拍門 你漏水不如這樣 那些人就說 我幫你裝修 我幫你看看什麼 當然 這個抗女士 其實他都知道 因為他經常被人騷擾 騷擾已經知道 肯定是有人弄救他 然後馬上報警 然後報警 抄上來 那些人又害怕 馬上拿手機 放在底褲上 挺好笑的 這些招呼籲 看完你都會覺得 你真是打招呼 你真是打招呼 還留過Mr.Bean 變成一單笑料 然後 看回這個外國 Matthew 有人給他出錢 又是經ETO出錢 經ETO出錢 寫著SV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即監控 喂 你真是 你身為水喉匠 怎麼會有一筆錢 是來自監控的呢 對吧 法庭也不需要特地去找證據 你看看你的單 對吧 你報稅 你這個Surveillance 你銀行為何多一筆錢 多一筆錢 多一筆錢 要報稅 喂 大堂 你們自己報 很多東西都自己會知道 你出單 一定會知道 你ETO出單 喂 大堂 你經英國政府 你全部都要報稅 對吧 一定知道 你經貿辦 所以很好笑 就知道 這傢伙出了一筆錢 兼且有CCTV 看到整個過程 怎樣灌水 然後再說 抗女士 那條線 又是很精彩 很複雜 原從標 總之 做了很多單案 其中一單是比較均動 或者比較好笑 有一些就是 他請了一些保安公司 英國的保安公司 其實英國政府 拘捕了十幾個人 不過這三個人比較控動 之前已經拘捕了幾十個人 去審問 現在拘捕了他們 就讓他們保釋 跟香港國安法有點相似 就是讓他們 在境內可以有些自由 包括有消禁令 和沒收護照 很大機會 就是慢慢審 審完都會坐 坐幾個輪 就不知道 我也沒見過 英國國安法 你們香港國安法出動 英國都忍了四年 忍了很久 BBC經常在訪問 羅冠聰 他們經常被人威脅 監視等等 終於出手了 你說我作為本人 我自己有沒有被人搞過呢 我忍蛇出動 我不說了 待會 不知道拘捕了誰 我再說個故事 我自己那些是濕碎的 很少事 但我仍然要引蛇出動 這麼快說出來也不好 對嗎 但我想今次已經打草驚蛇了 英國政府 或者可能已經收足了 一次過撩一堆蛇回來 經過今次之後 我不知道 那些間諜可能會收斂一些 或者會改善了 未來的技術 不會太濕 隨便請一個人出來 請一個水喉匠 灌水別人進入房子裡 這些真的太濕了 最搞笑的是 這個工作多少錢呢 一萬磅 應該是一千磅左右 一萬多元 應該是一萬多元 我現在沒有看錯 價錢不是很高 一萬多元請他灌水 那袁松彪你也做了 你這個人做水警 你也做了 他變成大判 然後二判又變成Mathieu 但他只看著那個人做 他自己也可以做 那為什麼要灌水進入這間房子裡呢 這個鄺女士 這間房子裡 話說就是這樣的故事 又很複雜 當然 有一條拉 他有幾條拉 一條拉就是搞一些 和政治有關的人 這個鄺女士 可能都和政治有關 但亦都和錢吻有關 出奇地 話說在香港 有一間公司控告 這個鄺女士 就落格 落格了一億多 港元一億多 他過來英國那邊 一定是和政治有關 這筆錢都是 但不知什麼原因 沒有說 因為他現在是出公訴去 ETO就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又出條數給袁松彪 袁松彪又出條數給Matthew 一定是和政治有關 這麽大件事 如果你是私了 應該找私人公司去查 私人公司去做這件事 為什麼要找到這些水景去做呢 表面上好像一宗追數案 由香港追到英國 但應該是和政治有關 羅冠聰、攬炒巴、謝文傑 這些被監視 這些一律都是 都是和政治有關 所以幾宗事都是和政治有關 英國政府終於出手了 那往後會是怎樣呢 我們香港人其實都知道什麼事 你想想我們去過集會也好 以前都有一些小粉紅在搞事 已經知道什麼事 當然後來也少了 英國政府很簡單 現在英國政府採取就是 你不要讓我看到 我看到一定會愧襲你的證據 因為我們英國很講法律 我先愧襲了證據 不是說你是也是的 我又有證據 有證據就可以 就可以 不像香港政府的國安 沒有證據 總之你聽到這首歌 你就心中燃起那團火 我就可以拘捕你 香港現在正在搞那首 袁榮光 Google那邊都應該是懶處理的 現在法庭頒報 其實沒有按Google 他就說你不准在平台上發佈 現在 略證詩那邊 應該是 略證詩那邊 略證詩那邊 跟Google聊天 Google究竟如何處理這首歌 其實不外乎都是列為禁歌 不准在香港的Youtube播放 最後我覺得結局是這樣的 看看能不能做到這件事 但是國際間 你是可以看 聽這首歌 出了這個香港境內就可以了 但香港境內就不要聽了 不要播了 不要收藏了 因為是犯法的 但是至今來說 都沒有拘捕過任何人 在香港那邊 對於榮光來說 香港其實仍然是出手無策 他自己也不知如何處理 其實是亂够處理的 現在你看到 英國政府是很有條理的 你帶人上去灌水 拍到了 有了圖片 無論得騙 真是 真是 見了樣子 現在連登制都起了那些人的底 基本上是 無論清晰 法庭都起了 全部的資料都公開了 基本上是 應該還有很多內情 看看還有多少少資料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至於找工作方面 講回工作方面 其實過兩天 就有interview 我再看看 怎樣 再怎樣 然後 其實 找工作也繼續找 找不到也開始接受 接著就開始計劃一個 比較壞的方向 現在 我當我現在要打防守戰 我應該怎樣防守呢 沒有一個很好的收入來源之下 我應該怎樣生活呢 未來就開始要想這個方向 今天說了這麼多 香港政府 請了一些 Mr.Bean 在英國這邊 其實我都感覺到是Mr.Bean 你說我有沒有被人搞過呢 我都感覺到那些人都是Mr.Bean 那些資料都很公開透明地 他們是會公開自己的資料 很搞笑的 所以警方一查是很容易查到的 很有趣的 你住在英國你就知道 其實這裡沒有什麼所謂的秘密 你由報稅、買屋、做事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秘密的 你都要公開自己的資料 所以他很有趣的 英國很大 你說要查一個人難不難 可能有時候都會很難 但你說真的要查一些 Mr.Bean 出來 他又不難的 而事實上 在這個世界內真的有很多 Mr.Bean 以為自己 自己 踏墓上身 想不到 水景 做了這麼多年的水景 然後加一個英軍 英軍都出現這些醜事 所以英國政府 他現在都要隆重歧視 看看機場特警、入警署 為什麼你們會請了這些間諜回來 有沒有當中裡面 有沒有人做間諜 要撤查這件事 所以這個都是兩件醜事 一件就是香港的醜事 一個都是英國內部 自己為什麼會有人收了錢去做這些間諜 是不是我們出錢不夠呢 不用說了 英國政府當然是出錢不夠 別人要找外快 很多這些搞笑的事 說了這麼多 也有收看 謝謝大家